我特别想问他一个问题 因为你做过HR和做过HRBP 我想听你对HR和HRBP的理解的不同 他们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HR的话更多是做事务型的一些工作 BP的话我觉得是深入一线团队 然后利用自己的人事的专业的基本的 这些专业知识 然后去协助我们的业务团队 更好的去完成他的技巧目标 你的回答就证明了什么 有一类员工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做 然后什么是做好 这是结果 但是到达你结果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那么多精力 所以HRBP要懂业务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在你的实质的展示出来 你完全不懂业务 他都没有仔细去听我去说 他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会有点落差吧 一个PVT 它不是一本书 在告诉大家 我读过什么 而要多说读后感 刚才大概段东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说出你的读后感 你说的只是照本宣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你们俩确实有点活细腻 该怎样就怎样 而且是这个PVT不是第一环节讲 已经放到第二环节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们不应该照本宣科 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何看待好领导 只跟谈价钱 不好的领导 才谈理想 这样吧 把这个问题简略一下 就只有这两种领导 可以做选择 你选择哪一种 那我就觉得 我选谈价钱吧 就刚才所有的企业家们 如果看到我的个人的能力 可能跟我 比如说期望薪资 或者跟各个方面 不匹配的话呢 那企业家给出我的 这样子一个工资 那我也是接受跟认可的 再追加一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上司 天天就给你 你干 我就给你加钱 啥工作情怀啊 理想都不谈 你能干多久 我觉得他如果 如果愿意给我加钱 那肯定是看到了 我给他带来的一些 也就是说 你可以接受长期在那工作 这个的话 如果是谈理想这方面的话 我可能要自己 进行自我内心调节 他停留在自己的 一个壁环里面说 我就按部就完全做了 结果好不好 其实我已经尽力了 这日放了大忌 谢谢 许阳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是作为HRBP来讲 你刚才回答非常烂 烂到爆炸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老板不给你加钱了 你怎么办 你还会很好的工作吗 如果老板让你把这个指令 给到你的 给到其他的部门来 你要怎么去表达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的话 就比如说好领导 跟坏领导之分 我刚才之所以纠结了这么久 因为我觉得 可是你接受了回答 图老师 你选择了好领导 是你接受了 你可以选择 我觉得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我觉得 他没有这个特别明确 因为真正的好的领导师 又谈价钱 又谈理想 烂到爆炸这种话 我觉得真的是过度的打击 什么叫烂到爆炸 用这道题而言 只谈价钱没有问题 如果你跟一个刚入职的员工 跟一个级别比较低的员工 他对生活有极度的压力的员工 你跟他谈钱很正常 没有问题 刚才我跟他 针对于烂到爆炸 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是他的人 OK 首先他不是刚入职的人 他工作了七年 OK 是他自己选择了 那个问题的回答 所以我针对这个问题 来说这件事情 有没有 陈老师说 这个姑娘选的这个题 回答不好 是因为刚才 图老师咄咄逼人的说 你必须二选一 图老师你说了吧 是 都是我的错 图老师说了第二句话 我不认可 图老师说 那些光给你钱的人 我觉得可能有问题 说白了 有很多老板 只跟员工谈底下 不给钱 这才是真正爽流氓 如果一个员工 对金钱有诉求 他选择老板给钱 没错啊 可能选哪一个 都不是好的 可能选哪一个 他们都说觉得有问题 那我就肯定选钱 因为如果他给到的钱 足够合理 他看到我身上的 比如说优点 或者是各个能力的话 我相信他能给我的这个钱 也是看到我价值所在 情商也不是控制他人 控制人也是很糟糕的 高情商的最重要的表现 是让对方始终觉得 他在掌控谈话 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的 这个方向和目标 如果你能够真的学会 掌控谈话里面的方法 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 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 叫做幽默与沟通 因为这里面所使用的全是高情商的手法 让对方心甘情愿 舒服的愿意跟你达成一致 就是你不做评判 不要给对方下定义 不要急于引导对方 你就准确的反映对方情感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很明白 他一步一步的就会给你敞开心扉 觉得你尊重他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呢 因为只要你张口说话 就一定能用得上这本书里的技巧 包括我此刻就在用这本书里的技巧在沟通 所以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